11月28号 一艘装载了26辆宝马摩托车的货船 在天津港码头靠岸 这26辆摩托车价值64700美元 是宝马的最新型号G310R 平均下来每辆仅需16420人民币 也许你会问宝马摩托车怎么突然这么便宜了 别急好戏还在后头 如今这26辆摩托车已经顺利通关 即将在中国上市 按照以往的套路 16204只是盗岸价格 而进口摩托车通常需要缴纳关税7389元 消费税2645元 增值税4497元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 这税费算下来就要14531人民币 都快要赶上摩托车的盗岸价格了 这就意味着买一辆宝马G318R 你就需要缴纳与盗岸价格几乎差不多的税费 心是不是在低鞋呢 别急还没完呢 税费与盗岸价格加起来是30951人民币 这还只是估算 因为运费还没有算进去 对经销商来说成本价是30951元 可是你知道这款宝马G310R 在国内的售价是多少吗 48900人民币 这么一算经销商的利润足足有17949人民币 比摩托车本身的盗岸价格还要高 算到最后摩托车的售价足足是盗岸价格的三倍 本来还觉得买辆宝马摩托车是小意思 现在只能说买不起买不起 怪不得少有人开 不过对很多人来说 这辆摩托车还是很有魅力的 骑上它带着女朋友吹风 应该很爽吧